着西乡第一位女乡长出炉了 是由国民党籍的候选人田桂花 以1637票顺利当选 她期许自己未来要持续推动 着西乡的经济、农业还有观光 鞭炮声不断宣传车一台接着一台 这是着西乡长当选人田桂花的宣传车 从时平部落出发将要一村一村的来卸票 让她这次以1637票顺利当选 也是着西乡第一位的女乡长 部落族人表示也非常期待新任乡长的诞神 曾任着西乡公所基要秘书的田桂花 从来没有在政坛上发挥 不过有17年的行政经验 一直都是担任辅佐的角色 由于现任乡长吕碧贤即将卸任 她毅然挺身而出阶下任务 延续上一届乡长未完成的计划跟建设 5月19号 卓西乡成立新女力工作委员会 由田桂花担任第一届的主任委员 卓西乡新女力工委会是全国原乡第一个组织的团队 田桂花要用妈妈呵护的心带领团队照顾家人 照顾部落端正乡内风气 让卓西乡幸福有感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